诶 怎么渲染出来是这个鬼样子 多么希望三地里灯光就像惩罚口诀表一样 用哪个配合哪个就能渲染出对应的效果 而萌新们往往脑子里闪出了一个灵感 却不知道用哪个灯光来制作 又或者我先该调整好灯光呢 还是先去调整好材质呢 往往自己还没有动手 纠结症就让自己血条见空了 但是其实灯光渲染套路隐藏叫声 但是细心观察也能将它们挖掘出来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有理有据 循序渐进地完成这个作品 让我们把作品退回到最初的状态 看一下用了哪些套路 变成了最终令人满意的模样 不管哪个3D软件哪款渲染器 它们都是一样的 就这几种灯光类型 天空环境光 点光 聚光灯 面光 平行光 您可能知道平行光是模拟太阳的 这是一个白天效果 所以就这么打 又知道世界有个天空慢反射光 往往是蓝色的 那我们再来这么打 好了 完事了 接下来就来玩转转乐吧 转到自己运气好 或者疲劳为止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 请弹幕含蓄地打上衣 我们停下来思考一下 我们不管用什么灯光 在用它之前 我们心里就应该清楚我们需要的光线分布效果 是三分亮七分暗呢 还是三分暗七分亮呢 如果心里明白 手却不知如何操作 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优秀作品 甚至可以直接作弊 去掉色彩 利用chrome插件 grease scan the web 开启它 我们就能更直观的在artstation上面 看见其他大佬是怎么控制灯光分布的了 如果是白天 吴老上个平行光 平行光又没有衰减 亮的区域亮度都一致了 我们想让亮部信心多一点变化 该怎么办呢 那我们再来加个面光产生衰减吧 很好 哪里暗了 再加灯补哪里 带着这种思维 很可能一个大场景出现 其实上百个灯 除了看起来不知道 哪里控制哪里 渲染起来更是卡到要死 我们不一定要记死里 平行光就是模拟太阳的 我们也可以上个聚光灯 放得远一点 缩小一下照射范围 不也就模拟出日光效果了吗 并且还有中心向外的衰减 画面全亮了 没有对比 我们可以刻意的设置暗部区域 暗的部分全部按下来就OK了吗 再透进来一丝微弱的光线 亮度别太强 让这里的亮度信息也出现变化 多点乐趣 整体的灯光分布就有着一个不错的明度对比后 就想迫切地附上材质 看看最终的效果了 我们很可能在一串操作后 给整个场景的每一个模型附上材质 调到最真实的参数 本以为大功告成了 我的作品终于能和大佬硬刚了 没想到最终呈现的效果 平平无奇硬邦邦 毫无乐趣 我发现迪士尼动画似乎有一个设计原理 就是怎么让一个东西变得有趣 有卡通感 虽然技术发展到这个年代 几乎只要理想 就可以把世界万物模拟的无比真实 但是皮克斯最近的作品 心灵奇旅 我发现它为什么在非常真实的基础上 而那么的有卡通的感觉 那么好看 其实这里有一个锥形原则 就是锥形在形状上会比矩形有趣 因为有一边下写 有一边上写 永不平行 它们产生了对比 而另一边长 一边短 也产生了对比 就会变得有趣 我们来看看电影里的这些形状 大家有没有认真观察过 本应该是整齐的建筑 你意识到它其实是斜的了吗 它们是马虎 粗心忘记对齐了吗 不 它们是有备而来 这些顶级的艺术家 故意留下这些形状 让整个画面产生对比 变得有趣 那我们把这个原则稍加运用 不要让作品看上去那么的横平素质 整体的感受就会变得有趣一点 那我们再来打磨一下 看看还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在3D软件里对灯光进行控制真的很不方便 以阿诺德渲染器为例 比如这里我们想让它变成暗部 传统的做法可能我们会去创建个面 然后让它去挡住我们的主灯光产生阴影 接着玩转转乐吧 但是真的很笨拙又不直观 我们可以在灯光属性里用黑白图对它进行控制 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滑块 方便的让它对我们场景快速的产生反应 这里我们不想让它全暗 让它透进来一些光 我们也可以再加上一个黑白图 滑动它来控制 不想让它这里透出太多光线 抢了视觉中心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滑块来控制它 是不是很方便 另外建筑的纹理 我们就直接上了一个脱皮木纹 但是又想让它旧化一点 传统的做法对它的UV进行精准的展开 排列导出 然后各种烘焙 再在substance painter之类的软件里 产生边缘脱落污渍效果 再输出纹理倒回来 但是有朋友们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不在substance painter里的效果 和倒回3D软件中 效果差很多 有预见过的朋友请弹幕打上1 这整个一套流程下来真的很麻烦 而我们的目的只是单纯的 让它在这个画面上显得旧一点 我们完全可以借助阿诺德的节点工具 来对这些旧化进行模拟 免除了一堆操作 得到差不多类似的效果 另外树叶植物的颜色 我们很大可能 通过三个不同颜色的贴图来模拟 但是自然间一堆树叶摆在一起 不会是这么三种颜色的树叶 随机复制的 它们会有许多变化 我们可以在材质里 对它们赋予一个随机颜色变化的节点 来将它的颜色处理得更自然可信 一个人做场景好麻烦 在团队中再来几个人一起做 最后拼在一起 会不会更快一点呢 一加一等于二是常识 而在一个团队里处理一个场景项目 结果可能小于二 同时甲分配的任务是做A 同时乙分配的任务是做B 单独来看都没有问题 而最后整合到一个场景里 可能就会出现某一个区域太亮或者太暗 两个都没有问题的模型摆放在一起就不太协调 所以一个整体工作流程的规范 和最后整合场景的能力就非常重要 最终场景在我们手里 我们要有目的性的让视觉中心 也就是机器人这里产生对比 我们会发现很多优秀的电影画面 都遵循着对比原理 我们可以把对比最强烈的地方 放置到我们需要观众看的地方 像这里暗中有亮 亮中有暗 反复对比 也可以在色相上产生变化 拉开冷暖对比 这样就会比较有趣 而不在视觉中心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随它自由发挥 不管吗 不 我们也可以借助亮暗区分开 色相变化不停对比 但是这些不重要区域 记得别来得太猛 会抢了主角的戏 将整体画面做到对比 并且每个区域再产生一些小对比 几乎最终画面就要完成了 但是有时候 不管我们怎么在软件里调节 它就是出不来我们想要的效果 比如这个 类似这个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里有两个人 他们都有同一个目的 就是把画面当前的效果 最终会调整到这个效果 第一个人称渲染器小王子 他可以把每个参数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数 他在渲染器里乐此不疲 炫一下 等一下 是他的生命周期 也是人生可业 第二个偷懒足势 他只会把参数调节到差不多 感觉尚可的阶段 然后把需要的后期准备工作做好 通通导入到后期软件里 拿你按了拖拿你 你们猜最后谁会比较快得到最终效果呢 没错纵观整个工作流程和项目经验 我发现比较浪费时间的一个环节 就是不停的在3D软件里调颜色 调来调去 就在那么一个微小的度里 来回调 来回点渲染 一点就又一个小时过去了 再去等反馈 再修改 这真的很浪费时间 又不直观 我们完全可以把整个效果制作到80%的程度 就交给后期软件 我在后期里面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所见即所得 所以最后我们不需要有强迫症 一定要把画面颜色渲染到完美 我们完全可以更直观的在后期软件里调节 轻松几个滑块 就能将整体的灯光渲染质量提升很大 好了 以上的灯光分布 锥形秘密 简化流程 无处不猜的对比 聪明的后期 在日后工作学习中 理解消化后 加以应用 不管是在效率上 还是灯光渲染质量上 都将有所提升 制作完成这个视频 回头再看看工作的体量 远比最早脑子里闪出 那么一个概念要复杂困难很多 还好它最终呈现出来了 你们的观看 三连互动将是我不顾艰难坚持下去的动力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了 拜拜